缅甸虽然不是大国家,但却也不是省市的国家,比如说他们国内的政权之争,套具政治术语,由来已久。 今天,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缅甸出名的克钦独立军,据说这个靠着某个国家损现的56支冲锋枪而起家的组织,几乎在世界都有名了。 以史为尽,可以知心替,以人为尽,可以名得诗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。 克钦独立军,顾名思义,就是活跃于克钦族自治帮的一支武装力量,但这不是个小武装力量,它已经发展为国中国的感觉了。 因为不仅与缅甸多年进行政权斗争,且有一项国际刷存在感,据说连美国都出访过了。 事实上,克钦族自治帮并不大,也就是287平方公里的样子,总人数就15万左右,其实就这样一点人口。 就算全民皆兵,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吧。 当然,克钦族自治帮真的是全民皆兵的,除去在上学的孩子们,其他人都是兵。 其中,三万多人为正式武装人员,而其他人口则以民兵形式存在,是可以随时拿起枪上战场的。 而且,克钦的规定,就是只要年满18岁,都必须入伍服役。 自然,能一直留下的,就会一直当兵。不能留下的,就以民兵的形式,上岗至60岁退休为止。 缅甸的国中之国 克钦旁位于缅甸的北部,东部紧挨我国云南,北部与西藏相接。 克钦旁可以说和我国关系十分密切。 克钦旁整体面积只有8,9万平方公里,和我国的重庆市面积差不多大。 但是人口只有188万,仅仅相当于重庆市的十七分之一。 可以说克钦旁地管人稀。 虽然克钦旁只是缅甸的一个小邦。 但是,他却拥有一支独立的地方武装部队,克钦独立军。 这是一支实力仅次于瓦邦的武装部队,包括了一个步兵师,四个步兵旅和22个战队营,整个部队大约5万左右的民兵。 可以说克钦旁是全民皆兵,除去老人小孩,几乎全都是兵。 只要你年满18岁,就必须强制性的入伍。 能在部队一直留着的,会让继续留下,不能留下的,便会以民兵的形式存在。 也就是说,要随时准备上战场,直到60岁退休。 不仅如此,克钦人还组建了自己的地下军工厂,设立在拉斩。 这个军工厂能够模仿造出部分的轻武器。 基本保障了克钦独立军80%轻武器的资产供应。 可以说,克钦帮已算是缅甸的国中之国。 1942年,日本入侵缅甸,取代英国在缅甸的统治权。 因此,埋下了民族矛盾的祸根。 二战早期,缅甸联邦之父昂山将军为了利用外部的力量赢得缅甸的独立, 选择和日军建立合作。 但是缅甸北部的克钦人却是站队英国的。 也是在这个时期,昂山领导的缅甸独立军和克钦族的兄弟族可伦族产生了冲突, 造成了克伦族1800多名军官的死亡。 虽然昂山将军后期努力修复, 但是缅甸与少数民族之间不信任的种子已经埋下了。 1947年缅甸联邦独立,承认克钦邦自治。 但是1962年奈文军政府上台之后, 对克钦邦的自治权拒不承认, 采取了大缅族主义,势必要统一缅北地区。 因此,克钦邦早单三兄弟成立了克钦独立军。 一场缅甸政府和克钦独立军之间的战争, 拉开了序幕。 面对军事力量,经济水平都高于自己的缅甸军队。 当时克钦邦主席为了减少损失, 让克钦军人不得抵抗。 但是一味的妥协并没有带来和平, 缅甸政府军队并未停止向克钦邦发起进攻的包补, 就连克钦政府都差点被缅甸政府军包围。 七年前,缅甸政府和克钦邦之间的战争冲突突然加剧。 缅甸政府在一月份派出三千多精锐士兵袭击了克钦独立军的哨战, 还出动了飞机、火炮等战争装备, 给克钦独立军队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。 双方之间战争冲突进一步加剧, 大批的克钦邦人只好向中国逃亡避难。 两年前,缅甸的军队对克钦邦发起了全面的攻击。 大批缅甸政府军队军如到克钦邦地区, 与克钦邦军队展开了激烈得道交战, 双方死伤已到达数百人。 学英语,信基督,用美式装备。 这个深居内陆的边远地区, 居然与美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 该地区和该武装组织也是缅北的各路诸侯之中, 唯一一个对美国和西方抱有极大好感的势力。 这实在是令人嘖嘖称奇。 在克钦邦首府密支那市东北郊的一座山上, 矗立着一座当地重要的文化古迹和精神象征——飞银楼。 这个飞银楼是当地在1977年。 为了纪念基督教传入一百周年而专门建造的纪念楼, 该楼由当地人在次年开始修建, 1993年完工。 这个飞银楼的山脚下, 有年北最大的基督教学校弄朗基督教大学, 现有教师二十多人, 其中教授两人, 副教授四人, 学生五百多人。 之所以这个楼被命名为飞银楼, 是因为当地人将美国人和基督教的到来, 称为是迎来了象征着自由的海鹰。 不过, 尽管这样的表述让人看起来觉得非常肉麻,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, 的确可以说, 没有美国人, 就没有今天的缅北克钦邦。 即便到了近代, 由于克钦族活动区山高林密, 与外界的交流也非常少, 因此克钦人一直没有自己的文字, 其文化和传说一直靠口口相传, 可以说从文化的角度看, 当时的克钦人, 还并未完成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。 而美国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, 十九世纪末, 以美国传教士汉森夫妇为代表的不少美国人不远万里, 来到了缅北克钦山区, 传播了基督文化的同时, 也塑造了克钦自己的民族认同, 这些美国人受到了克钦当地不足的热情接待。 汉森夫妇不辞辛苦, 在克钦当地结合克钦人语言的特征, 以英文字母为基础, 终于创造了克钦族自己的文字, 这在克钦族的历史上是了不起的大好事。 并且, 汉森夫妇还建立了学习他们发明的克钦文字的学校, 从此以后, 克钦族终于有了第一批能够读书写字的人,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, 克钦人开始用文明和现代的方式, 审视自己和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, 克钦文字也将克钦族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英雄人物记录了下来, 克钦族也有了自己的历史。 克钦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也终于觉醒,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, 克钦人开始大量皈依基督教, 至今为止, 信奉基督教的克钦人也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大家庭的一员, 当地学英语之风盛行,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, 美国人堪称克钦人开眼看世界的领路人, 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克钦人会对美国人如此亲近了。 除了有这样的历史渊源之外, 克钦人还在二战之中与美军、英军并肩作战, 共同抵抗日军的侵略, 克钦人和西方的亲密关系。 也在这一过程之中进一步强化, 并最终促成了克钦帮的建立。 二战之中, 日本鬼子侵占了缅甸, 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, 美国人在缅甸大力支持与自己本就非常亲密的克钦人, 并支援了大量武器装备, 最后, 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, 克钦人有了自己的武装, 也就是第101突击队, 这支部队被纳入美军建制, 被视为美军的一部分, 最初只有3000人, 后来增加到了2万人之多。 不过尽管如此, 当时侵占缅甸日本缅甸方面军第15军, 下辖三个日军师团共计八。 5万人, 人数上远远多于101突击队, 而且日军还有当地缅族的支持, 但是骁勇善战的克钦人在人数不足日军三分之一的情况下, 沉重打击了日本的嚣张气焰, 让美国人惊叹不已, 大开眼界。 总体而言, 克钦帮作为一个拥有丰富资源和多样文化背景的地方, 在历史上始终处于动荡之中, 从英国统治到日本占领, 再到后殖民时期政府与民地脸建立摇摆不定关系中, 其实都反映出一个更广泛问题, 如何处理多样性, 求取共存并确保所有群体公正合理参与国家治理。 今天我们看到许多地区仍然面临类似挑战, 其解答无疑会影响未来全球安全与发展格局。